二课 海外用户玩微信 课文 海外用户玩微信 举着手机边颠着球边拍 国际足球明星梅西用微信直播自己的颠球技术 把手机另一头一个正在哭的小宝贝逗笑 这条30秒的全新广告宣传片在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同步上线 如此大手笔的推广 腾讯自有其底气所在 微信在海外注册用户已经超过7000万 且在快速增长当中 7月3日 在北京召开的2013腾讯合作伙伴大会上 腾讯总裁刘翅平言语间充满了骄傲 2011年1月 微信上线 同年4月 以英文名WeChat正式进入国际市场 2011年 实现支持全球100个国家的短信注册 2012年底 覆盖国家和地区超过100个 如今 微信已经覆盖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支持16种外语 是全球使用人数最多的移动通信应用 在美国互联网企业称霸全球的背景下 作为中国自己的移动互联网产品 微信的出现自然吸引了更多的关注 被称为微信之父的腾讯公司高级副总裁张小龙 介绍了微信的发展过程 微信的研究开发工作开展得很早 2010年底 移动互联网刚起步 腾讯广州产品研发中心就开始考虑相关业务 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了这样的现实 在个人计算机时代 由于中国互联网的用户数量 以及市场成熟程度等都低于发达国家 在产品创新上难有领导地位 而移动互联网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在经营销售上 微信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推出了不同的广告片 邀请当地明星和名人代言 收效相当不错 海外用户群中不仅有华裔和新移民 还出现了更多的外国人 好 满天呐 阿贤 连呐 你不夸呢 rất 对 好 好 好 μέ 最明星 这里 对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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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个人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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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